我告诉你自从你走了以后 我就已经习惯了自己一个人 解决所有的问题了 还在忙吗 什么时候回家 是太忙了 还是不想理我 抱歉 玲玲 这么晚来打扰你们 我在国外看新闻 看到小舟最近出了点状况 所以想来看看她 谢谢您 阿姨 不过林玉舟现在不在 要不您明天再过来吧 她可能是在忙工作吧 玲玲 如果方便的话 我想进去等等她 可以吗 对不起 阿姨 我不想让林玉舟不高兴 是这样 我明天呢就要坐飞机离开了 临走前我想见见她 你别误会 我这次来没有任何其他目的 只是作为一个母亲 想看看自己的儿子 我知道 在小舟心里 我已经丧失了关心她的权利 可是 你是最关心她的人 你应该能理解我的感受 不过 阿姨 那您先进来吧 正好我有事想要问你 嗯 阿姨 您还记得这张照片吗 这是小舟小时候 真可爱 那你知道 她手里拿的是什么吗 阿姨 您真的相信 您自己说的话吗 您怎么想的我一定不知道 但您连和她最珍贵的记忆 都不记得了 那我不知道 还有什么能够证明您的爱 您不觉得这样太不公平了吗 琳琳 你这话是 你来干什么 小舟你回来了 阿姨是过来看你的 我上次说得不够清楚了 我不想再见到你 南夫人 小舟 你别激动 我不是来跟你谈生意的 我只是听说 你这边出了点状况 想来看看你 那我真的是要感谢你了 谢谢你 事情已经过去了 你不需要来看我 小舟 我到底是你的妈妈 我也关心你 我也相信你 关心我 相信我 我告诉你自从你走了以后 我就已经习惯了自己一个人 解决所有的问题了 小舟 我 行了 南夫人 你别说了 我 别说了 我最后一次告诉你 我不希望你再来打搅我的生活 林依舟 今天阿姨到家里 我是不是应该让她早点离开 毕竟我知道你不想见到她 不是你的错 是我自己的问题 其实有些事情说出来 会比憋在心里好很多 你不想见到她 其实一直以来 在旁人看来 我的家庭给了我超越常人的 优越成长环境 这也导致了 我好像就不被允许有任何的 不满意和抱怨 每一次我只要表现出脆弱 他们就会觉得你凭什么 其实 今天的事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发现委屈和痛苦 哪怕只有一点点 也好过你自己默默地 忍受这些痛苦这么多年 就算你选择逃避 忘记过去 可过去不会忘记你 依然会影响你的未来 与其这样 不如选择迈出一步 和你自己和解 和自己和解 解 慕慕 谢谢你 一直陪在我身边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其实 我没有你说得那么好 如果我真的为你考虑 在遥凉的事情上 我就不应该怀疑你 那天所有的事情 跟商量好似的一起发生 是我太冲动了 我也真的很后悔 不管怎样 我不应该怀疑你 也不能 让你一个人独自面对这些 我保证 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是 你做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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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角度为我思考 而我 我就好像 忽略了你的感受 所以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木木 对不起 那现在 木还能成终吗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 我是说 我们和好吧 傻瓜 木早已成终 在这里 看 这 这个